这次我们又来玩高达 至于这次是什么神秘力量呢 我相信聪明的人已经猜到了 我们不废话了 直接来 上来续发CS 然后可静的甩 就甩到了队友脸上 赶紧给队友发了通信过去 队友也回了一条过来 给大家翻译一下 多亏你了 好我们这次用的是H3 队友是TaiX 对面是一台WinZero和经济扎鼓 刚才WinZero一枪没有射出来 被我们反打一套 就是证明甭管玩高达还是泡泡玉 关键时刻掉链子都很致命 刚才一把回力标 被WinZero轻松地走过去 对面WinZero躲这招用的还是StepBD 是一个比较高端的技巧 看来对面还是有两把刷子的 刚才那把落地也抓得非常准 这种级别的对手 想骗想偷袭都是比较困难的 对我们还是老老实实换回普通形态 稳扎稳打 现在对面两台还基本没怎么飞雪 我们队友X下却已经冰死了 这时候就更需要后卫稳 稳如一匹老狗 那一落肯定是要给队友了 没想到队友撕血觉醒 我超勇的好不好 赶紧配合队友一起上 对方肯定是在靠队友 不会注意到我 带你坐飞机 走你 不知道吧 这个就是H3经济舱航空 咱没有像巴耶利那样的 头等舱豪华体验 但是个第一配版经济舱航空啊 我们在下面等着 精疲扎鼓这个落地 虽然哥都拼到了 但是被对方跑边卡卡 眼看雪亮见底 我就想起了我们还有这把 Photon Blaster WinZero还想玩变形照射 让你啊变形 退 结果这把射了个寂寞 没关系 绝景槽还有 好在Window这下没有把我打死 那你就要付出代价了 不雷万 不雷万 生打牌了 还不对台词窜了 这就是这孙子没有什么经典台词啊 结果我忘了 这个绝景机打完 我们变成这个地走形态 然后就在一堆迷之操作下 这下面就动了 赶紧换回普通形态 这个地走形态是真心不会用 下来一号队友的血量已经崩了 但是对面的羽毛掌还做得非常好 决胜副就要看各自觉醒的发挥了 这里配合队友强劫 杀副 既既扎虎 既然是要送掉这条命 成全你 再带你做一次经济舱航空 队友觉醒了 Window觉醒了 但是我们现在还某的觉醒 没办法 这里就算是要送上去吃两枪 也要想帮我攒出个半诀 可恶啊 还差一点点欧夜饭觉好了 这时我就想起了 我他妈射爆 好了 这样大家都看懂了 这次更高达就是因为太爽了 射爆了 也可以更高达 省得你们一天到 你在我的评论区里 什么Y77 马力罗斯全靠你了 你看看 人干事 所以以后我们有预解 也可以更高达 不爽就冲逼 爽了就射爆 这里对着自由 帅 爱玩高达就是要帅 在我这什么实用性 看着耐性 不考虑的 这里砍完再接个跳屁 然后飘逸的泥脱 就是这么自信 直接满血带走对面自由 虽然射爆也不错 但果然我还是比较适合这种玩法 不是冲逼不会玩吗 对面死神格斗判定非常强 一个身法晃开 然后拼判定 帅炸了有没有 我们为什么玩高达 就是为了这种热血的瞬间 这里被对面自由砍中了一套 但正因为这一套给我处好了半决 那么少年 你渴望力量吗 现在是在我这种热血的瞬间 雷电将军我怎么射爆啊 我自己燃え上がれ 君に届けよ Odyssey 鳴りかくらぬく白き彩虜鳥よ 満ちる光の上どこまでも 増しね 綺麗に散ろう空へ 煌めく赤き炎模様 波の傍りを叫ぼえ上がれ 君に届けよ Odyssey 鳴りかくらぬく白き誇りや 満ちる光の海どこまでも 行くわ 派手な日々が 続く ストーリーオフラッシュリーター